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8-5.1卡石爆料 草叶蓝吊香丝 钟离复刻 火神 白毛萝莉登场 4.7克洛林德最新消息 霍江士大雷神元神封单 5.0纳塔即将来临 4.7-4.8版本角色卡石分析 全新卫星角色 元神元神封单 在4.7版本中 我们迎来了新五星角色 克洛林德和希格文的登场 同时水神弗妮娜 也将在下半卡池迎来首次复刻 这无疑拉高了玩家们的期望 进入4.8版本 据爆料称 将有一位新的五星草叶后台 调香师登场 调香师被猜测为草叶蓝 主打燃烧效果 同时尼鲁、莱欧斯利 申赫这三位人气角色 也将迎来复刻 而在备受期待的5.0纳塔版本中 上半卡池将复刻 纳维亚和钟离这两位延续角色 而下半卡池则将迎来 新角色尹安森的登场 这位白芒小罗莉 之前在足迹PB中就已经露面 相信会吸引大量玩家的关注 此外 还有一个卡池位置尚未公布 至于5.1版本 据舅舅们的说法 上半卡池将有 纳维莱特和咸云这两位角色登场 而下半卡池则是西巴拉克和火神 虽然这只是目前的爆料 但已经足够让玩家们 对未来的版本充满期待 所以说 大家是不是也都非常期待呢 火之国 纳卡即将到来 4.7到4.8 卡池分析 大量卫星角色 展露头天 风神之星 炎神之星 霉神之星 霉露面的草神之星 风丹的水神之星 如果按照目前的剧情发展 这些神之星 都将落到冰之女皇的手上 再加上她自己手里的冰神之星 目前就差火之国 纳塔的火神之星了 所以 大概率 我们会在5.0版本 进入火之国 而我们的水神 也大概率会在火之国上线前 再次进入卡池 再根据4.5 4.6卡池情况 明显是要把T0阵容百万福特 重新复刻一店 而以弗宁娜 大概率会在4.7卡池出现 4.7新角色 西格文立会 评价者是调香师艾梅利埃 大概率也会在那塔前上线 通过大量风丹人对她的评价 似乎是一位深受风丹人民喜爱追捧的女士 另外复刻间隔时间较长的风丹人 莱欧斯利 纳维亚也大概率会在这两版本出现 如果再结合目前复刻时间最长的几位角色 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预测 4.7版本 卡池克洛林德 水神弗宁娜 艾尔海森 西格文 4.8卡池 莱欧斯利 申赫 可利 4.8卡池